來看一下有關銷貨單好了 銷貨單第一個就是 單號 如果你今天有紙本的 銷貨單 那你其實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Excel的銷貨單 那這個地方當然有點像把Excel當資料庫來使用 也說最後你填完這個資料就按個訂購 他會把你 填的這些相關的資料 幫你放到另外一個工作表 也許叫做什麼銷貨名系之類的 然後呢裡面 那如果把那個 訂單日期自動叫出來 那這邊我是用Now 其實如果你不用Now你可以用什麼 Today也可以啦 有沒有因為我前面講過嘛 訂單日期 你其實可以用Today 這個函數自動抓到今天日期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 這個 就是到貨的時間 比如說有極鍵 還有這個所有的普通鍵還有最速鍵 那最速鍵一天 極鍵的話三天 普通鍵可能五天 那 這個地方當然你已經知道今天日期 那你怎麼知道到貨日期是哪一天 那你可以用算的嗎 因為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用查表的方式 那其他包含就是哪個客戶 他有客戶編號 那我們可以由客戶編號自動帶出其他資料 那 商品編號你也可以用 用編號呢 去查到什麼 查到他要什麼東西 單價多少 頂多給他一個序號 填一個數量 好那最後當然他有填好幾樣之後 按個訂購 那就自動幫我 幫我存起來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我想各位先把那個 這個 這個 上禮 這個 不是 最後的綜合練習 那我們的檔案是在 消耗單這裡 好那請各位把那個 消耗單這個 範例檔 先先打開來 那待會我們來 按部就班 最重要最後會有一個什麼 當你填完資料之後 他會自動幫你把它 放在這個所謂的消耗明細裡面 這邊有個消耗明細 那就自動幫我把這個 你填的資料呢 填一筆在這裡 然後又切回來 所以旁邊會需要一個按鈕 按鈕按下去自動幫我做剛剛 這些事情 那要怎麼做呢 待會我們再來看 畫面先 然後再來demo一下 這個消耗單的 一個基本流程 第一個就是消耗明細 現在已經到第八了 所以他這邊會自動跳第九 也就是說 單號通常 你如果讓使用者 自己key 他不太知道說到底 單號到哪裡 所以 最好是自動產生的 OK 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今天日期的話是自己抓的 不過你會發現 現在上面是沒有沒有顯示 為什麼 因為我有保護起來 因為像這樣的系統 儘可能還是 把大部分的東西 不要讓使用者 串改 因為如果他改的話 本來沒事的 沒問題的 都變有問題了 因為 所以儘量用一些規範 去限制他 讓他 什麼事可以做 什麼事不能做 這樣的話呢 你的 將來的 這個消耗明細裡面 就是會出現什麼 你應該出現的資料 那你不應該出現的資料 就一定不會出現 這樣的話呢 對於整個 怎麼講 你運作的 效率上面會大大增加 因為以前的話 來的資料都是錯的 也不是都是錯啦 一定會有錯 有錯你要改 要花時間 那如果說一筆資料花一個時間 如果你有一大堆的資料都錯 那你不就從頭改到尾 所以其實很多人 每天花非常多的時間 就在改資料 而且要想各種 VVA的方式 自動幫他 改 那與其這樣倒不如就是 你在什麼 前端的時候 就控管他 那控管的手段 其實非常多 像這邊 或者像前面講過 你用表單也可以啦 比如跳出一個表單 這個也可以把它做成表單 那形式上 雖然看起來不一樣 可是其實 作用是一樣的啦 只是說他 你用什麼不同的方式來做 那我先demo一下 基本上這個會自動產生 所以這個不用修改 那這個會自動帶出來 所以你也不用去打 今天的日期 他會自動帶出來 那實際上這背後是用到一個 所謂的today啦 或者是now 那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這個下拉清單的話 當他下拉的時候 他會自動怎麼樣 去 修改 什麼呢 到貨日期 也就是哪一天會到貨 那比如說我今天 如果我今天選的 最速箭一天嘛 所以我一天的話 那就是 明天會到貨 OK 一天 再加加上一天 加一天 不過你會發現 他會變成怎麼樣 14號對不對 那明天15對不對 那因為明天是禮拜 天 那一般 禮拜天 大部分都沒有 上班 所以到貨日期 我這邊有 避開 6日 那你要怎麼避開6日 如果說你用 之前的方式是 把那個 最速箭的天數查出來 跟 今天加一天 可是加一天之後是明天 那明天的話沒上班啊 所以怎麼辦 你要避開6日 那如果你有一個需求是避開6日的話 需要怎麼做 用哪個函數可以完成 這個其實好像在日期與時間函數裡面有提到 有函數是可以避開6日 那避開6日的話呢 有沒有 有一個 叫networkday 跟workday嘛 不過 networkday 是 最後加S networkday是回來剩多少天 那workday是沒有加S workday是 他回來剩哪一天 那也就是 我 哪一天開始 幾天之後 最後是哪一天 OK 所以你可以用那個 我剛講的函數可以試試看 那如果是普通件一樣 本來應該是加上什麼 加上5天的 那應該是19號 可是避開6日 避開禮拜天 因為今天不算 明天 所以會是20號 那客戶的話呢 那客戶的話呢 如果說 我希望呢 讓使用者比較方便的是 讓他用下拉清單 比如說我知道大概哪些客戶 那他打電話來 他只要報上他的 編號 你的編號幾號 有下拉清單更好 不然的話你就自己打 好 自動怎麼樣 代出他的其他資料 包含就是他的名稱 電話 地址 最後我需要他什麼 到底他訂了什麼東西 銷售總額多少 那所以呢他會 在電話裡或者是用傳真的方式跟我講 他要什麼東西 好 那我就怎麼樣 下拉之後 有沒有你會發現 自動帶出 這個編號的 品名規格 跟 單價 其實也是用VIP函數就可以了 這商品有沒有 這個 代出這兩個 有沒有 然後 只是呢 序號部分沒有帶 序號的話要怎麼自動產生 序號的話 我們也 最好是兩碼 再來數量 數量最多五個 OK那你就選一個 選 多少個 OK好 他會自動小記 小記自動會加總 加總完之後按訂購 他會把這一筆訂單 自動寫到 銷售明細的這邊 並且 並且 怎麼樣呢 再把 這個 剛剛 填的資料呢 全部清空 單號加一 VBA的流程是 VBA的流程是這樣 這個等一下會講 怎麼去寫 我按一下給各位看 訂購 然後發現 資料寫過來了 也清空了 並且把什麼呢 把單號自動加一 OK 那 這個一個整個流程 怎麼去run 待會我們來說明 那最後當然會有同學問到幾個問題 包含就是說 這個單號 那有可能是不是數字啊 有可能是 可能有一個什麼 英文 然後配合數字 就是可能你自己可以定義出一些編號 如果有英文有數字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 也是可以把單號再加一 當然可以啦 只是要怎麼做變化 這個也許待會我們 再來按部就班來看 那這個是一個 這個銷貨單的一個 流程說明 那 第一個的話我們 就切到那個 剛剛講的這一題 第一個我們按部就班來把這些做完 第一個 我想各位可以 開啟這個翻例檔裡面 訂貨日期 先來解決 那你可以用插入函數裡面 現在日期時間裡面呢 找到什麼 我想用today好像比較合適 因為now的話會有時間 我們根本不需要時間 好那就 自動抓到今天日期 到過日期的話呢 基本上是什麼 如果傳統的做法是把這一個 加上它的鍵 可是這個鍵呢 它後面是有帶一個日期 有一個日期的 所以 基本上呢 幾天嘛 我們這邊有個郵件 郵件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範圍裡面好像有定義出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就是叫郵件 那郵件裡面有兩個欄位 一個性質 一個天數 那我們查一定查這個 查它 那把什麼呢 把後面的幾天帶過來 其實就是把今天日期 加上後面的天數 就可以知道到後日期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這邊 插入一個 V入函數 所以用檢視與參照 這次 之前有講過 在最下面這裡 跟怎樣 應該先這樣 先把 等於 這一天 加上 去查 查的話就是 再插入一個 V入函數 然後查什麼呢 查這個東西 普通鍵呢 還是極鍵還是最速鍵 去哪邊查F3 去郵件裡面查 有沒有 他查的方式是 這個 在這個範圍裡面 查的都是第一欄 查到之後把第二欄的資料 帶回來 所以 這邊請你輸入2 然後這邊的話呢 輸入0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2的話就找第二欄 0的話是完全比對 他就找到了5 OK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他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產生一個日期 因為 數字 前面講過 日期其實就是 裡面就放數字 加上什麼呢 5 就是加5 14加5 就19 OK 那不過呢 我剛有提過 如果這樣的方式呢 他沒有避開6日 因為 禮拜六禮拜天 沒有上班 那所以呢 我們這樣的話呢 做出來之後呢 他沒有避6日 那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要避開6日的話 這個方式 你可能就要改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改 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把它重來 如果你要避開6日 請你用第2個方法 怎麼做呢 第一個 一樣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什麼呢 找到那個什麼呢 前面有講過一個叫 日期時間喔 裡面有個算公式的 叫 Workday Workday 有沒有這邊 Workday 那Workday呢 基本上呢 會有三個參數要給他 第一個參數是 你 從哪一天開始 第2天的話呢 第2個是 Days 幾天 那幾天的話 不就是剛剛那個 V2函數嗎 有沒有 所以其實 乾脆就是 把那個剛剛的這個 V2函數有沒有 這個部分 對減下來 然後把它取消 刪除掉 重來一次 我們要換成什麼 換成日期時間 裡面的Workday 這個 然後 從哪一天開始嗎 Start day 這個看 這個應該可以看得懂 Start day就是他 Days 意思就是 幾天之後 有沒有Holiday Holiday基本上 我們如果說你有國定假日 你就選那個國定假日的表 如果沒有就跳過 如果你只是避開6日的話 那這個Holiday 就不需要 如果你要避開6日 而且避開 國定假日的話 那你就自己再去弄一個國定假日的表 去把它選起來 OK 好 那我們這邊避開6日安確定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自動去避開6日 如果你有禮拜 天 或禮拜6的話呢 就會自動跳過 所以像剛剛這個地方 我們避開禮拜天 然後 所以會多一天出來 所以 1 2 先完成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其他包含就是說 客戶資料怎麼帶出 這三個 然後編號怎麼帶出 其他的 就是我想 也是用V-1 去查就可以 那序號的話怎麼產生 當他 選一個 自動帶出 這個這個序號 這個地方下拉 那小計的話 就是自動再加總到 到上面來 OK 那待會再來看其他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大概知道一下 整個銷貨單的一個流程 那未來如果說你要套用在 你的工作上 其實你工作上裡面應該 會有很多類似像 這樣紙本的 紙本的那個 這個表單 那當然你也可以 怎麼樣 試著的話 以後如果說 你要寫完之後 還要再填到 Excel 那不如你把 你就直接乾脆 在Excel裡面直接填就可以了 然後 我